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乐坛女神Lady Gaga放台 黑白狼精造型浪像 详细内容稍后送上 各位中午好 我是林芝 欢迎收看今天的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继复春山居图6月1号在台湾河壁展出之后 海峡两岸再迎文化盛世 大家还记得去年在上海世博上展出 受到民众热烈追捧的会动的清零上河图吗 在结束了香港澳门的展出之后 从1号也就是从昨天开始 这个动态版的清零上河图已经在台北花博会主会场的征宴馆 正是和台湾民众见面了 下面就请跟随我们驻台记者的镜头到展览现场来看一看 现在我站在这里仿佛有一种穿越历史的感觉 一边是人声鼎沸的清零上河图里描绘北宋变河两岸的风光 那么一边是很多穿着现代服装人们拿着现代的电子设备 在跟画中的人物进行沟通跟互动 所以真的是让人分不清到底哪里是现实 哪里是历史 电子动态版的清零上河图是以北宋画家张泽端所绘的清零上河图为蓝本 利用高科技投影设备将原本25厘米高5米长的原作放大30倍 在6米宽100多米长的巨大荧幕上动起来 在这幅会动的经典名画中 有脚夫赶着毛驴缓缓前行 红桥上商骨络绎不绝 便和上的船工的耗子声 岸边生意人的吆喝声都清晰可见可听 日景夜景不断交替 让前来参观的台湾民众大呼震撼 看起来还是蛮震撼的 很壮观 非常特别 因为其实这幅画就是我们在学生时代都有学过 都有看过 然后其实从来没有这么 就有这种机会是可以整个场景完全的看到 而且是可以看到它会动 然后就好像在看电影一样 就是好像可以去想象说 这里面的一些情节 然后这些事情小明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非常的特别 我们做了一个前厅 前厅就把整个仇音版的清明上额图 还这个是从辽宁博物馆他们所借过来的 还有台北故宫的院版的清明上额图 还有张泽端 原先最早的北宋版的这个清明上额图 三个版本全部都拿出来做一个介绍 而且这三个版本呢 基本上它的长度都不一样 里面画的内容也不一样 但是都有表现他们呢 这个各有全球的地方 非常的特别 除了在前厅里可以一次性看到不同版本的清明上额图 这一次活动主办单位呢还特别把画中这个画出的这个场景来 人物来进行解构来这个展出 会动的清明上额图 是四伯中国馆的镇馆之宝 现在在花博我们的真眼馆展出 也展现出来一棒接一棒啊 两岸的合作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我感觉到这不仅是历史文脉的传承和交流 更是两地之间的感情的沟通和交往 智慧的长河会动的清明上额图大展呢 从今天开始呢 一直会持续到九月四号 在周五周六的时候呢 还会开放夜间参观 相信这幅在上海市部会间就已经受到台湾民众广泛关注的 电子动态版的清明上额图 这次来台湾跟台湾民众近距离的接触 一定会触动更多人的心 我是叶清零 现在台湾 大陆居民赴台个人邮已经正式启动了 根据了解现在后续的报名非常的火爆 厦门旅游业者表示 随着暑期的到来 不少大学生和家长前来了解赴台邮的具体事项 而喜好背包邮的学生族无疑将为赴台邮带来新鲜的活力 相信他们在未来的两个月会成为赴台个人邮的重要客源 同时今年台湾高校首次招收大陆学生 也有望带动暑期邮学台湾热 台湾高校厦门联合办事处负责人表示 今年台湾高校招生时间仓促 学校和大陆学生相互沟通了解不足 为此他们计划在暑期联络台湾的相关高校 组织大陆学生和家长赴台湾高校参访 这项计划受到了有意赴台就学的学生和家长的欢迎 目前已经接收到相当数量的咨询 相信相关旅游产品对明年大陆学生赴台就学将会有相当的促进作用 无论是年轻的背包客还是学生一族 大家都台湾一般都会要到台北的西门町去逛一逛 那里有时尚的潮流服饰以及众多好吃好玩的商店 也是年轻族群常常聚集的地方 如今时尚商圈西门町给自己的新定位就是潮 潮 因为就是很像走在时尚的间断 都有潮 为什么 因为年轻人很多 西门町现在给人的印象就是潮 但是你想得到这个闹区二十几年前是这个模样 漱口大大的电影广告牌 西门町早期其实是以电影院为主 后来成了各大百货娱乐场的聚集地 但是九十年代之后 这些娱乐活动逐渐转移到东区 西门町沉寂了好一阵子 西门町直到近几年重新找到定位 现在是潮的代表 街头上随处可见日韩风格的流行服饰配件 还发展特色的刺青街 充满街头涂鸦的电影街 跟东区走精品名牌专柜的路线明显不同 就连电影票价钱 西门町也比东区便宜了二十元新台币 因为我现在很少去东区了 这里大概就是三百左右 就是比较符合你们亲人的价位 看得出来西门町是学生族群的游乐地 走青少年中低价位 东区多时上班族雅匹 消费价格比较高 两边定位明显区隔 也让西门町找到潮的地位 找回人潮 自然也就带来滚滚前潮 看来台北的西门町果然是潮流之地 也是年轻一族的游乐场 因此众多台湾岛内以及海外的偶像团体 都是选择来这里开设专卖店 像是台湾艺人小猪罗志祥 男子团体Circus 以及日本女子团体AKB48等 都是已经在西门町开设了专卖店 现在韩国偶像团体Super Junior也宣布 要在台湾开设专卖店 地点也是选择临近新门町的台北车站商圈 看来西门町的潮流效应 以及粉丝们的消费实力 的确是不容小觑 好的 感受完了台北西门町的时尚热闹 我们接下来继续欣赏一下新疆的美丽风光 我们的记者跟随 魅力新疆万里行采访团 继续在新疆伊犁的那拉提大草原采访 那里除了景色优美 草原的历史呢 同样也是令人神往 马上带您去了解流传至今的 和金公主远嫁乌孙国的故事 首先在节目中 我们带您看过了那拉提大草原的角色美景 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带您来看一场特别的乌孙娃 迎娶公主仪式 现在时间呢 是晚上的十点钟 太阳快要落下去了 仪式也就要开始了 经过千辛万苦 今日忠道乌孙 这也是天下之庆事啊 不全使者皆输 乌孙国是汉代时西域的重要国家之一 西域传中就记载了汉代和亲公主 远嫁乌孙的故事 孙主为了汉代进行西域 以及中原与乌孙的民族友好 做出了贡献 后人为了怀念这位公主 在拉拉提大草原下 乌孙王一举公主的仪式 也就被保留了下来 离开了大草原 记者继续向北 魅力新疆万里行大型采访 一路向北 现在呢 我就来到了霍尔果斯 这里呢 是中哈边界 穿过这块界碑 那边就是哈萨克斯坦了 这一次为期11天的 魅力新疆万里行的大型采访 到这里呢 也就要告一段落了 但我们期待着来年的新疆行 再带给您更多的精彩 独播维视记者 新疆报道 好的 我们稍作休息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李登辉涉贪被起诉后 昨晚首度露面 提台特征组检察官猜想办案 还声称自己死都不怕 被质疑操控起诉李登辉 牵制蔡英文 茫营九开记者会反驳 还没分析 88岁李登辉涉贪 入语几率低 详细内容稍负送上 韩永9加9排制 国际发展 是国药顿字号治疗脱发病的良药 脱发是疾病 服药是关键 每月新发现 拍照来检验 国家秘密技术 荣获专利 良性确切 买裤子就叫白斯顿 白斯顿 好早餐 好粥到 好 味道好 粥 粗粮粥 到 功夫到 好早餐 好粥到 有爱的味道 哇 青梅 达理员青梅绿茶 绿茶配青梅 酸甜好味味 一瓶好茶 达理员 中国民办十大品牌学校 福建西山学校 一千六百亩美丽的校园 两千多位教育精英 一万多名学生 数不清的荣誉 西山学校 以一切为了孩子的发展为办学宗旨 科学管理 专家制校 诚信办学 以文为主 以体育为特色 全面于人 被评为中国十大品牌教育集团 中国民办教育败 好的 广告之后 欢迎继续回到 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这一节新闻 我们来关注 最近在台湾政坛 引发波澜的 李登辉涉贪被起诉案 6月30号 台特征组认定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 李登辉和他的幕僚刘太英 涉嫌侵占所谓安全密账 约2.5亿新台币 将两人起诉 这两天呢 关于这个案件的 更多细节慢慢曝光 有媒体感叹 整个的交款过程 与电影当中的黑道交易 极为类似 令人叹为观止 李登辉先生 以洗钱方式 不妨挪共试人使用 但后任设置否认 继求谢责 根据台检方的起诉书 李登辉于1994年5月 指示以奉天经费 援助南非1050万美元 俗称拱案 事后由台当局安全部门 再把这笔钱归还奉天基金 1998年 李登辉 台中院创办人刘泰英 与时任台安全部门负责人 殷宗文密谋 向不知有安全密账的台外事部门 索要拱案垫款 在李登辉和殷宗文的施压下 时任台外事部门负责人的胡志强 指示外事部门交付1050万美元 给台当局安全部门 但台安全部门却只缴回271万美元 约8940万新台币 其他的779万美金 约2.5亿新台币 全部流入台中院 另外随着该案件的更多细节曝光 简标形容 整个交款过程与电影中的黑道交易 极为类似 令人叹为观止 李登辉指示 时任台安全部门出纳小组负责人 刘冠军 把779万美金 换成7500张面额1000美元的旅行支票 与29万美金现钞放在水果盒里 由时任台安全部门财务负责人徐炳强 交给国民党大掌柜刘泰英 但刘泰英却私吞了150张支票 与9万美金 之后才交给润态集团负责人银演良 由不知情的银演良 表白 李登辉因为安全秘障 被以贪污罪嫌起诉之后 一号晚间首度露面 批评台特征组检察官是在猜想办案 李登辉还说自己快90岁了 死都不怕 哪怕什么压迫手段 当天李登辉依旧与蔡英文首牵手同台造势 必备包袋 台湾短线 内特征组起诉隔一天 李登辉牵着蔡英文的手 不止气麻包台 喊得更大声 李登辉加码批评特征组办案 完全没证据 安静的部分 我实在没想太多 因为啊 很多事情啊 就是减刷官 主机 自己收出来 为何 自己主机 到底 李登辉 绝对 但真的没说的 早起诉 定调是国民党打压 政治追杀 还表示要上诉到底 面对绿营的反应 国民党发言人赖宿如一号 澄清表示 此案最初是台特征组调查陈水扁洗钱案时 由陈水扁主动向特征组告发的 民进党却刻意模糊焦点 扭曲事实 指路为马 误导视听 赖宿如强调 国民党尊重司法的基本原则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赖宿如表示 司法依相关犯罪证据 做出判决的标准和原则 应该是全民适用 不会分蓝绿或党派 希望民进党不要借题发挥 用应拗的方式来抹黑国民党 另据台湾媒体报道 绿营之所以认为李登辉被起诉是政治打压 主要在于李登辉目前力挺民进党 2012候选人蔡英文 过去还曾经喊出 弃马保台的口号 李登辉一旦被依贪污法办 就不得不与蔡英文保持距离 进而削弱绿营2012选情 对于这样的论调 马英九一号亲自出面 召开记者会澄清 表示他尊重司法始终如一 绝对不会干预任何个案 李登辉被起诉隔一天 马英九大动作开记者会 激动表态 政治追杀 辖院报复 肃清一己 我要在此郑重声明 绝无此事 这么愤慨 因为在野党指控李登辉密账旧案 在选前重提 明显有政治动机 政治操作 外乎要 抹黑 污蔑 台湾所选出来的总统 以及制造 利盈内部矛盾 利盈内部质疑 这些案件 国民党拉长战线 一路蒲陈 有迹可循 先是国民党及明代邱毅 在5月17号爆料 要蔡英文公开幕僚时代 在816项目和明德项目中的角色 预告金钱 前扯台 安全部门密账 接着李登辉 在5月31号被特征组传讯 侦查一个月随即起诉 令认为 这确实因为 2012选举 李登辉公开拉台蔡英文 预备 博彩 立营质疑 也让马英九轻上火线 澄清说明 李登辉遭到起诉 对蓝绿2012选情 以及可能引发的政治效应 还有待评估 不过有岛内媒体认为 李登辉卷入司法风暴 是陈水扁告发导致的 陈水扁在扁家币案被调查期间 曾持洗钱资料 告发李登辉 也涉及十多亿新台币的洗钱案 请求一并侦办 对此正在台北监狱服刑的陈水扁 透过女儿陈信瑜对外转述 强调此事跟他无关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 目前台特征组已经将李登辉 五名随户申请出入境管制 后续将调查李登辉 是否像陈水扁一样海外洗钱 日前台法务部门申请办理 向新加坡检察总署 请求所谓司法互助 查证相关资金海外汇流的情形 李登辉目前暂列特查案 洗钱罪被告 台特征组表示 不排除时机成熟后传讯李登辉 现在李登辉是继陈水扁之后 被起诉的第二位台湾地区现任领导人 那么李登辉可能会被收押吗 台湾联合报分析说 以李登辉的年纪 涉案情节 以及法院一般审理的速度 李登辉有生之年要被判有罪定验 入监服刑的机会不高 根据了解 台特征组查李登辉没有海外资产 再加上李登辉已经是88岁高龄 逃亡有难度 因此没有对他限制离台 而李登辉被起诉的贪污治罪条例 侵占公有财务罪 虽然法律规定是处无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重刑 但是因为李登辉已经88岁 依法就不可能判处无期徒刑 另外呢 台特征组在侦办期间 没有向法院申请羁押 未来法院审理期间 除非发现有串证或逃亡等情况 否则羁押李登辉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好的 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近一段广告 乐坛女神雷迪嘎嘎榜台 黑白狼军造型浪像 热气球嘉年华台东登场 民众争相升空上美景 好的 广告之后 欢迎继续回到东南卫视海峡舞报 说到美国乐坛当红歌手雷迪嘎嘎 那真的是大名鼎鼎 出道不过短短的三年时间 雷迪嘎嘎前卫的造型 大胆的作风 让她从默默无闻到如今的全球瞩目 现在这股席卷全球的嘎嘎旋风 也是吹到了台湾 昨天晚间 雷迪嘎嘎抵达台湾 展开为期五天的参访行程 那么她会以怎样的造型 惊艳亮相呢 我们一起来揭晓 女神卡卡终于抵达台湾 以下飞机前问造型 让等待已久的粉丝们眼睛为之一亮 尽管是晚上 博卡卡还是带起大墨镜 头上盘起超过40公分的法计 金发为底 黑发环绕 飘映的长发 一半金一半黑 而衣服也是黑白配 几何图形蓬裙 脚下踩着恨天高 一手拿着名牌包 一手拉着裙摆 优雅的从停机坪走入机场内 看到大批媒体守候 卡卡先是露出笑容 挥手打招呼 送出飞吻 高兴媒体时更是停下脚步 摆pose再度送飞吻 展现巨星亲切了一面 但想看到女神 媒体以及粉丝可是苦等许久 放台行程 事先保密到家 而且从晚间7点20分 专机飞顶桃云机场 一直等到8点才看到本尊 不过看到卡卡这么精心打扮 想必粉丝等再久都觉得值得 抵达台北之后 Lady Gaga随即下踏台北的精华饭店 大批粉丝排队守候 没想到车队竟然是从酒店的后门进去 让大批歌迷没有等到偶像 一度冲进饭店大厅 引发骚动 不过卡卡也没让歌迷失望 在房间窗口现身扭腰摆臀加飞吻 尽管露脸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却已经让歌迷惊叫连连 女神卡卡你到底在哪里 守在这门的粉丝们 一听到车队从饭店后门进去 有人情绪失控 来台湾时间 谢哥连的时间那么短暂 前面有人失贡 有人哭 后面就原来开始往饭店里头冲 抱拳警卫一个个伸手挡在门口 却挡不住激动粉丝 疯狂涌进 看都看不到卡卡反而是人卡人 粉丝开始转头往外冲 这一回歌迷的呼喊 卡卡听到了 真的是千呼万话使出来 卡卡算到窗边还踏上边柜 让歌迷看个清楚 先是挥手 接着来个飞问 转身就要走 不够不够 歌迷还在呐喊 卡卡二度显身 这回扭腰摆臀 再来嗶一个 两次露脸不到一分钟 却已经是让歌迷回味再三 久久不肯散去 如果说Lady Gaga的前卫大胆 让人屈之若鹜 那么出道超过30年 被大家亲切的称之为小歌的 台湾歌手费玉清 则是凭借自己清澈 而且深情的歌声 始终受歌迷的喜欢 她的代表作一简梅 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歌 那么同样也是走老歌路线的蔡琴 因为和费玉清搭档老歌演唱会 打开了大陆市场 这些歌坛的长青树 在新人辈出的流行乐坛 没有花俏华丽的歌舞 却始终能在歌坛屹立不摇 出道超过30年 小歌费玉清的歌声 始终悦耳醉人 清亮的嗓音在两岸 同样都获得相当高的评价 她的歌声如同她的名字 仿佛玉时滑落人间 清澈还有温热 2002年 飞玉清第一次在上海举办演唱会 立刻大受好评 接下来年年开唱 光是2008年就举办超过33场演唱会 收入预估6600万台币 歌声优雅 充满慈性的蔡琴 2001年 硬要在春晚演出后 同样在2002年 举办个人生涯 第一场大陆演唱会 用老歌打开大陆市场 通年香港电影舞见到上映 片中的插曲 被遗忘的时光跟着爆红 让蔡琴的声势居高不下 两年之内 在20个城市连续巡回演出 创下门票提前14天卖完的记录 这些歌坛长青树 在新人辈出的流行乐坛 继续用他们越沉越香的歌唱实力 带给两岸歌迷最纯净的音乐饗宴 台湾首度举办的热气球嘉年华 在台东路野热闹登场 共有来自美国加拿大 瑞士泰国等八个国家和地区的 20颗热气球腾空亮相 场面颇为的壮观 强力电扇先灌气 接着点燃喷火气 热气球驾驶员紧握控制扶手 准备升空 这个热气球远远看 充满浓浓的台东风情 五颜六四的热气球 蒸奇斗艳 把路野高台点缀的五彩兵纷 赛场的小朋友和大人都看得好兴奋 台东拼观光第一次举办热气球嘉年华 来自世界各地的20颗热气球一起升空 像这颗台湾热气球 造价台币120到140万 有的更是每颗400万起跳 光是漂亮美景还不够 要信观光客 旅游业者搭便车 纷纷祭出优惠 如果想住富野温泉会馆